歡迎各位有全面進場 如果你是喜歡我的節目 希望你可以免費訂閱我的頻道 多謝大家的支持 話說台灣能不能重返世衛組織 就成為了中美兩國之間的主要外交戰場 最近有消息傳出 美國和日本吹大雞 號召他們的盟友力挺台灣重返世衛組織 根據Forum Policy期刊引述的消息人士所說 就說美國總統特朗普正在尋求關鍵盟友的支持 以推動台灣恢復作為世衛組織的觀察員地位 務求與中國展開新的對抗奠定基礎 美國和日本正在號召包括澳洲、英國、法國和德國在內的 理念相同國家共同聯署一封信 是給世衛組織總幹事譚德塞 這封信裡頭是寫什麼呢? 主要是要求譚德塞 叫他邀請台灣出席五月召開的世衛大會年度會議 這個世衛大會其實是世衛組織的重要決策機構 到底目前為止有哪些國家響應了美國和日本的號召呢? 很壞不壞 暫時只有兩個 就是歐盟和澳洲 澳洲已經是相當堅定地豁出去了 亦是佩服他們的 但是其他國家到底擔心什麼呢? 美國部分的關鍵盟友擔心 這樣力挺台灣法 可能會招致中國的報復 所以大家看到澳洲的意志很堅定 因為由他官方的立場來挺台 但是大家看到 英國、法國和德國 其實在他的國內都有一些挺台的聲音 但主要集中在在野黨身上 執政黨似乎投鼠忌器 好像不敢得罪中國 所以這幾個國家暫時還未作出官方表態要挺台 而美國衛生部長Alex Azzer 他與台灣衛生福利部長陳時中 舉行了一個虛擬會議 在會議上他就說 要支持擴大台灣對世衛組織的參與 其實這個這麼明確的表態 亦與特朗普總統所簽署的台北法案的精神一致 在今年的三月底 這個簡稱為台北法案 全稱為台灣有幫國際保護及加強槍議法 就分別在參眾兩院通過了 這個法案主要的精神是什麼呢? 就是要在美國國內敦促美國政府 運用自身的影響力 或者使用其他方式來支持台灣在國際舞台上的參與 以及就是要挽留著目前台灣現存的邦交國 現在美國真的幫台灣來吹大雞 真的將這個台北法案的精神和理念 通過行動實踐出來 沒有渣流灘的 至於香港人權與民主法 都可不可以以一個同等的步伐去行進呢? 好了 剛才提到目前這個階段 就只有歐盟和澳洲 是響應美國和日本的號召 到底歐盟的反應是怎樣呢? 他們的對外事務部外交安全政策發言人說 歐盟無論在過去的日子 還是在當前疫情爆發的特別情勢下 都有致力於與合作夥伴討論 並且尋求一個務實的解決方案 去將台灣納入世衛組織 雖然歐盟不是世衛組織的會員 而是觀察員 但在對外政策上 具有整合歐盟會員國立場的指標性 雖然歐盟奉行一個中國政策 但這個一中政策與中國的不同 歐盟願意與台灣 在經貿關係、科學、教育和文化等各種領域 發展更緊密的關係和合作 而且歐盟也強調 台灣是以民主、法治和人權作為治國基礎 在很多方面和歐盟都是理念相近的夥伴 說得很清晰 其實就是要挺台進去 而且告訴你 挺台不是純粹因為對某一個國家的厭惡 或者是盲撐台灣 而是說得很清楚 台灣所順手的普世價值 就是與歐盟很相近 起碼這個原因就夠明正言順 不是拿著說錢 好像那些一帶一路、阿非拉國家 拿著都是錢、錢、錢、錢 一旦叫你減債 一旦叫你割地 起碼表面上都沒有說過錢 另外澳洲方面是怎樣的表態 澳洲外交貿易部發言人說 澳洲是全力支持台灣重返世衛組織 並且希望台灣參與世衛組織的各項事務 這位發言人還提到 澳洲是支持台灣以觀察員或來賓的身份 去參與世衛組織 這就符合澳洲所信守的一個中國原則 其實這套方法都是向中國學習 中國最喜歡就是自行去詮釋 什麼叫做一國兩制 基本法的條文怎麼解釋 全部都是由你來解讀的 好了 當時你說要外國去堅守一個中國原則 別人說可以 我也相信這個一個中國原則 我也同意的 只不過 別人回到國內之後 對於一個中國有自己的解讀 有自己的詮釋 只是學你而已 當時他們說和台灣合作 是沒有違反一個中國原則 這個你又催不上 因為他們挺台重返世衛 的確不是用中國的名義 或者中華民國的名義 可能是以台灣的名義 或者以台北的名義等等 反正就不是和你的名稱是duplicate 不是和你重複就可以了 所以沒有違反一個中國的 美國就有這些舉動 中國方面又有什麼反應呢? 環球時報的老總胡錫進 單挑特朗普總統 他在Twitter上發表了幾條貼文 極盡諷刺之能事 他怎麼說呢? 他就說 美國現在的個案數字 是突破了一百萬 美國政府是對不起美國人民和全世界 但是美國的領導人就很幸運 因為美國人民的忍受能力真的很強 如果美國這種情況在中國發生的話 人民早就罵革命了 這段真是夠政治不正確 你說美國現在的個案數字如何如何 那麼中國的數字難度就是完全可信嗎? 有沒有牽涉到門部扭部? 是不是真真正正有為到所有的民眾來做檢測? 還是來到欺上門下?還是上有政策下有對策? 這次黑龍江的情況又如何? 有沒有幫所有人來做檢測? 很離譜 這樣說得出 然後他又去諷刺特朗普 昨天特朗普說中國會用盡一切的方法阻止他連任 胡錫進就說 特朗普先生沒有了中國 你就真的沒辦法贏到選舉了 首先中國向美國提供醫療物資 因此你就可以誇獎美國擁有全世界最多的呼吸機 其次中國已經成為了你轉移國內憤怒的目標 因此你就可以把自己所有的過失都歸咎於中國 我又覺得既然你說過這麼難位的話 到底你知不支持國際間的獨立調查委員會呢? 那你就被人去查一查他 一查發現原來是得過吉的 原來根本上就不關中國事的 原來根本上就不是實驗室傳出來的 那一天都光光了 特朗普自然就要收檔 捲包袱走人 為什麼你不被人查呢? 這個奇怪 如果說中國是擔心那群所謂的獨立專家和科學家 走到中國的時候會傻子弄重 左攪右攪 那中國照樣是可以派人去監督這群人的獨立調查 只要你不要干擾他真正進行調查的工作便可以 那為什麼不去做呢? 胡錫進在Twitter上連發幾條鐵文諷刺特朗普都意猶未盡 回到中國的網絡上 又在《環球時報》寫了一篇社評去隔特朗普 那這篇文章是怎麼寫的呢? 標題就是 特朗普你不要裝作了 快點變身蝙蝠俠去救美國人民吧 這篇文章的內文 他自己有highlight到一些重點 他就說 特朗普自己和他的團隊最清楚是怎樣獨立的 以至於將美國的抗疫搞到這麼難 如果特朗普是真男人的話 就請他將競選連任的重要性 放到保護美國人民的生命之下 去做一個在美國人危難關頭政治上的蝙蝠俠 最怕的是 這位美國總統沒有這樣的意願 他寧願多些美國人瓜柴 來換取自己的競選連任 他和他的競爭對手一起欺騙美國人民 互相比較哪一個對中國更加狠 來爭取選民的支持 讓選民以為中國是導致美國大量感染的妖 胡錫進就說 無論哪一個當選下一任的總統 面對這麼多的靈魂 躺在白宮裡他們不怕嗎? 那為什麼胡錫進又不把同一條問題 去問問中國的領導人呢? 面對著這麼多的靈魂 躺在中南海裡難度又不怕嗎? 這節先說到這裡 多謝大家收聽 拜拜